我的態度是這樣 只要規則比賽 比賽規則清楚了 那大家就怨賭服輸 我跟你講這個這這這兩個月下來 其實每個黨內裡面資料都一大堆啦 如果要說到one to one對決的時候 one to one的對決的話 一對一 勝利最高就是科是正的 這個我們都看過了 因為這是這樣 因為年輕人不肯去投國民黨 這是國民黨最大的兆 所以有柯文哲他會投柯文哲 沒有柯文哲他們想要算 不是不投就是跑去投賴的 可是你忽略了譬如說深藍 或是年紀比較資深的一些公民 他們是國民黨的中政黨員 他也有可能不投給你啊 但是他們有個地方 他們那一關跨不過去 因為他們更痛恨民進黨繼續趕下去 所以你覺得他們最後還是會 那些人真的涵略投票 就你覺得這些人最後 或是比較資深的長輩們 最後會含淚投票 給柯侯佩這一組 如果只有兩組的話 他們明明得選 你覺得那些眷村的老貝貝 會去投賴清德吧 野生賣倒啊 不可能 他就是不准不讓他們當選 大家都新知識不明 所以這個 那民調排出來就是那種各種組合 已經我已經看半年的就是那樣 我們在除了一陣子 我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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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議!